翻译菜 韵帜 哎 不由的花木兰 飞不去红军 尽有这花水县 抗战为人民 他俱诚 沙场 是姨妈拼穿 瞎不柔情啊 是爱呀爱爱不安 谁说这女儿不入难 不杀几个鬼子就不心肝 小日本来了 就让他完蛋 要是他的男人来了 就爱呀爱不安 嘿嘿嘿嘿嘿 你是我心中的花水 无有的花木兰 替不去同军 仅有这花水仙 抗战为人民 不杀几个鬼子心不甘 要是他的男人来了 就爱人爱不安 嘿嘿嘿嘿嘿嘿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水仙 你是我心中的花水仙 嘿嘿嘿嘿嘿嘿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水仙 嘿嘿嘿嘿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水仙 还行吧 不过凌花 你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来问我 咱俩就应该先团结团结 这样你就不被二娘欺负了 我知道了 谢谢大少奶奶 不客气 天龙 干嘛 我办了一件大事 哦 什么大事啊 今天我给凌花上了一课 上什么课 就是你教我的 去当兵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去打仗 你还说什么 就是你教我的 我全都说了 哎呀你放心 我说的可好了 凌花她全部都听懂了 你咋了 没事 以后别跟她说这些了 睡不睡吧 我怎么了我 团结 反抗 当兵就要为群众摸福利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你又说错了 怎么又让她生气了 怎么了 有出什么事了 好 说说 我把团结群众 为群众服务这些事 跟花水仙说了 当时不是想发展她吗 谁知道 她跟我们家丫鬟灵花说了 还说什么反抗啊什么的 反正这些话 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听见 我就会暴露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先探探林花的口风吧 她如果没有四处说 兴许还好办 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可能我就要转移了 那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该组织添麻烦了 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 我怀疑 马家有人跟日本鬼子勾结 谁 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 只要花水仙别给我捣乱 我一定可以救出这个人 你们这群白眼狼 我都白养活你们了 老爷 我们要求不高 只希望顿顿都能吃饱饭 还能有钱看病买药 对 吃饱饭 顿顿吃饱喽 我得多少粮子啊 还吃饱喽 你要不给我们吃饱 我们就不干活 对不干活了 行行行行 坐下坐下 别气着啊 你们不就是要求吃饱饭吗 行 我答应你们吃饱 还有我们的药钱 这跑度拉西那是长事啊 还要请医生啊 不行 必须给我们买药治病的钱 对 必须给我们吃饱 必须给我们吃饱 那 那行吧 我答应你们 但就这一次啊 下次自己吃坏了肚子 自己解决啊 自己付钱 还有啊 我是不许减半 本来就已经吃不饱了 对啊 就是啊 行行行 我答应 你们一定要保证 以后不给我们吃发霉的粮食 对 对 没错 就是给我们发霉的粮食 不能这样 对 好 保证保证 二太太 我跟您那么长时间了 我还不知道您那为人吗 立即为证 对对 立即为证 对 没错 林花儿 我告诉你啊 你别给点脸 绑鼻子上灯啊 我好声好气地跟你说了半天 没完没了是吧 不行 我们要反抗 反抗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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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抗议 大少爷 大少爷 关于粮食的事 我跟我爹都说好了 我们决定 把这批粮食全都烧了 大家就尽管放心吧 对对对 那个粮食我们会烧掉 谢谢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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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焚烧粮食 我得当面看着 就是 对对 当面看着 好 大家放心 我们马家是马家庄的大伙 说的一定做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走 干活去 走走走 干活去 老爷 你还真想把粮食给烧了呀 我傻呀我 发了没的粮食 趁点新粮食 还能卖出去 哎 铁龙 焚烧粮食这事 做的样子啊 把粮食拉出去转一圈 我告诉你啊 粮食 一粒不少的给我拉回来 爹 这个我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告诉你啊 不把粮食拉回来 我跟你没完 对了 你还我那四十块大洋 您真是高 好 你回来了 好不好吃啊 特别好吃 你吃吧 你去哪儿啊 我去县城了呀 我去专门买冰糖葫芦的 我还给汤瓦仔里串儿呢 去了烫县城就买糖葫芦 没有 我还喝了一碗羊杂汤呢 可好喝了 下次我带你去喝 吃吧 吃吃吃 成天到晚就知道吃 哎 咱能不乱跑了吗 现在世道这么乱 容易出危险的大少奶奶 那还不都怪你 你答应要带我去买冰糖葫芦 可你又不带我去 我只能自己去了呀 吃饱了喝足了 给我办点正事呗 哎 跟你说话呢 你啊 现在赶紧去找胡一刀一趟 跟他说 我这儿有一批粮食 让他到镜山脚下来拿 你哪儿来的粮食 要你管 去不去 去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大哥 顺便给他带个这个 这个 大哥 大哥 水仙 给你的 水仙 这么晚来什么事 是天龙让我来的 他说让你明天在镜山等他 他有批粮食 亲自送给你 什么粮食 忘了问了 反正就是他有一批粮食 惦记着清风寨的弟兄们 没得吃 就要先送过来 行 马天龙这小子 算个朋友 你回去告诉他 就说我胡一刀 代表清风寨的弟兄 谢谢他 行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 哎 别着急呀 咱们也得吃个饭再走 一会大哥送你 那怎么行 我得赶紧走 这会儿马天龙说不定 还等我吃饭呢 我走了 哎 水仙 水仙 小鞭子 快搜搜水仙 好好好 水仙 我送你 不是 不是 大哥 这马天龙什么意思 他亲自给咱们送粮食 我觉得 这粮食里边肯定有账 怕什么呀 我水仙妹子 还能骗咱们不常 你挺大个老爷们 心眼小的跟真一样 你就是看不惯人家马天龙 告诉兄弟们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啊 咱去粮食去 趁紧点啊 来 好嘞 爹 娘 二娘 我们走吧 注意安全啊 好 我们走了 好了 走 走了 出什么事啊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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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我就当着你们的面 把粮食都烧了 点火 快点 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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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来了 快逃啊 快逃啊 咱们快逃啊 快逃啊 行 行 快点 快点 行 快快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 来 快了 行 快点 都过来 马天龙 马天龙 你小子果然手心语 李小伯 抬回山寨了 抬回山寨了 等等 这批粮食 全都是发了霉的 什么 天龙 你敢耍老子 别别别 不会不会 马天龙你搞什么鬼啊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 有的就是这些发霉的 我们家下人吃了以后 也跟你们一样 全都吃坏了肚子 那你让我们来去粮食 你拿我们当好耍是不是 不是耍你们 而是想求你们帮忙 帮忙 帮什么忙 这批粮食 我爹不让我收 但是如果他卖出去的话 肯定会害更多的人 也只有制造一个被劫持的假象 我爹才拿我没有办法 那你干嘛 连我也骗 如果让你知道了 还能有谁不知道 所以说 大当家的 这次是我不对 但是 这批粮食必须立即销毁 马天龙 你要当好人 老子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以后再有这种事 你就直说 别他娘的拿老子当猴鼠 再有下一次 谁也救不了你 今日没有 谢了 撤 谢大哥 走走走 大哥我有空去找你啊 走了 走了 快 大哥你路上小心点 等我去找你玩 好 我说你们什么好啊 气死我了 那车粮食都丢了啊 是 那粮食是发霉了 那没理就算了 这粮车也丢了啊 还跑了个下人 你们知道吗 那个零花是我花多少钱买回来的 爹 我们能回来您就庆幸吧 那谁知道他能跑了呢 呦 你不当家 你当然不知道当家人的辛苦了 您是不知道当时有多乱啊 我们能想到吗 水仙 别说了 爹 这次的事虽然是个意外 但是责任都在我 要挂就挂我一个人吧 黑牛 把那大少奶奶给关起来 进毒气垫 不许任何人看她 又关 这就完了 就这么轻描带写的就完了 老爷啊 你要考虑咱们家的香火问题 你把水仙和天龙分开了 你这香火可怎么去啊 就是啊 行行行 就这么定了 黑牛 把大少奶奶关起来 水仙 谁啊 是我 天龙你怎么来了 嘘嘘嘘 嘘 小声点 别让没人听见 你 天龙 你们钥匙怎么进来的 这粘头谁还用钥匙 我有这个 水仙 你怎么变成这样 我被关到小黑屋没事 我就画画小妆 唱唱小曲 来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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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唱 来 顺仙 坐下 来 尝尝 我给你坐 真香啊 快走 干嘛去 干嘛去 咱回屋吃啊 坐坐坐 爹还没说让你走呢 这都光我这么多天了还不让回去 我还有事呢 有什么事 大事 我还得去查是谁害我大哥 就是给小鬼子报信的那个 那你更不能出去了 家里没消停一天 你这一出去又击飞狗跳 哦 天龙 我保证 我发誓 没门 不吃啊 不吃走了 哎哎哎 好汉不吃眼前贵 不吃白不吃 我吃 这这这这么难吃我我尝尝我尝尝 不行不行 我尝尝我尝 你别找你别找 我别找 别 哎哎哎 快干活啊 哎这活都怎么干的呀 还想要工钱吗 赶紧的啊 快点快点 哎哎快点啊 赶紧的快点 哦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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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死了 哼 活该 哎哎哎哎 我要是疼死了 我 我做鬼 我也要找你们马家人算账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他要是真算 老爷的钱就没了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哟 哎哎呀 走开门不就好了 非得爱这一情 嗯 巴水仙 我看你这回怎么死 差不多行了 再这么闹下去 我可帮不了你 大不了我们得看着你呢 真的 带走 说了吧 我自己会走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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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尤其不许去找胡一道 你干吗去 我有正事 你有什么正事你带我一个呗 老是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老是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我要是听你的话 我就不许去 不是花木兰的后代 花水仙 死马天龙 臭马天龙 不配我逛街 我自己逛 小风啊 小风 别跑 小人小风啊 你别着急 我奔罪啊 小风 干什么 小风 有人抢包了 站住 你没事吧 姬太太是你啊 那个人把我包抢走了 那姑娘就追了 你站住 给我站住 你别跑 水仙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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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你啊 你啊 你你站住 你不要站住 顾奶奶 这又不是你的东西啊 你的锥 锥到城外了 你干嘛这么拼命啊 拿来 我让你 让你跑 让你跑过去 姑奶奶 让你跑过去 姑奶奶 让你跑过去 放就跑吧 你还不跑 让你啊 姑奶奶 跑就跑吧 你还不跑 姑奶奶 别打了 让你累死姑奶奶 我 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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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烟 来 谁允许你们在这个地方 抽烟的 再说一次 这个地方不是抽烟 是 是 是 再发现了 统统撕了撕了地 是 是 是 人呢 大姐 大姐 小夕 大姐 真的是你啊 她是你朋友啊 那小偷跑得特别快 不过幸好啊 我伸手敏捷 把这包给您截回来了 太谢谢你了 水仙 你没事吧你啊 你们俩认识啊 你怎么能去追小偷呢 走 赶紧找个大夫 给你看看去 大姐 我没事 这小偷啊 她还想偷袭我 结果被我狠狠地揍了一顿 季太太 你听听你听听 你这个弟媳妇真了不起 还能抓小偷呢 今天太谢谢你了 马太太 马太太 别 千万别客气 今天多谢你出手相助 邱太太 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了 您二位慢走 没关系的 下次去我那儿喝茶 一定去啊 不过你以后要小心点 千万别再被人抢了 放心吧 放心吧 大姐 那我们走了 快走吧 你记得带她去看看 去找人看看 连自己伤着都不知道啊 我走了 快走啊 我们走吧 看完 你干什么呢 爆 嘿嘿嘿 媳妇 你干嘛呢 媳妇 我放炮呢 学放炮 你这没活怎么放炮啊 这样吧 我呀教你学放炮 怎么样 哎 好 好 我跟你说 这个呀 哈拿 走 跟姐回屋 少搭理几种人 少搭理几种人 姐 我和媳妇放炮呢 哎呀 你没听哈拿说吗 她要跟我学放炮 长得一脸狐狸精的样 就会勾得人 你以为马家谁都听你的 哎 我说嘛 小兰 你这一天不吵架 你嘴痒痒是吧 好了 跟姐回屋 唐娃 她要跟我放鞭炮 我 跟我回屋 我 我 唐娃 你要是跟她走了 咱以后就再也别玩了 那不玩就不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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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我 我要和媳妇放炮 你 二姐慢走 唐娃 别理她 没事的 我叫你放鞭炮吧 好 火柴给我 我没火柴呀 王管家有火柴 她抽烟 就算没火柴 她也有烟卷 你等待我去拿啊 行 烟卷行 烟卷明火 我等你啊 好 烟卷火柴 能点就行 帝姐 抽烟 谁允许你们在这个地方抽烟的 这个地方不是抽烟 是 再发现了 统统丝拉丝拉的 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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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炮 难道日本人 有鞭炮 或者 炸弹 你找我干啥呀 我是有大事的 差点忘了 好 那我要是告诉你了 我有啥好处啊 那你别说 憋着吧 憋着你算 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哦 我发现了小鬼子的 军火库 什么军火库 好 过来 你看到的这些 你能确定箱子里面装的 都是枪支弹药 那当然了 我是亲眼所见 做不了 汽车开到宅子门口就没了 车上坐的还有日本人 那宅子早就荒废没人住了 那你说他们在里边干啥 首先 这种事以后不许跟任何人说 还有那个地方也不许再去了 听明白了没有 为啥呀 那么多枪支弹药 咱随便偷几把就够用了 你以为那小日本 跟清风寨土匪似的 拿二两蒙汉药就能对付了 别胡闹了啊 就你那点小大 不让我去也行 你把枪给我 现在不是时候 那要什么时候 等把张大庆解决的时候吧 那我得等到哪年啊 不行不行 小鬼子 小鬼子怎么了 小鬼子又没有三头六臂 不给我枪 那我就去偷 等我偷来了 你可别眼红 哼 走 什么声音 走 过去看看 好 没事 老毛闹唇呐 别叫 你来干什么呀 哦 刚才那只猫就是你 我就知道你不能在家好好待着 给我走 我不走 你 你不给我枪还不让我去偷啊 我今天要不怕小鬼子几个牛毛 我坚决不走 就你 你不怕死啊 谁死还不一定呢 我那可是堂堂 好好好 我告诉你了 现在就算花木兰复活了站在这儿 拿着这把破财刀进去 也让鬼子打成筛子了 就你 这么多二鬼子 这可是靖山的地方 看来小鬼子 我果然在里面藏了好东西 快点 走走 快点 马天龙 你少瞧不起人 要走你自己走 我那不是瞧不起你 我是怕你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大蛇 啥蛇 什么东西 你别拿蛇来吓唬我 我可不怕那东西 你少啰嗦了 你呀要么就跟我去 要么你就赶紧走 可别耽误我干正事 你干嘛 你放开我 你放手 你放下来 马天龙 你是个爷们儿吗 不就抢小鬼子两把枪吗 看把你吓的 你以前对付我大哥 杀小鬼子这儿 人家都哪儿去了 马天龙 你不是马天龙 你是不是拼了马天龙的皮呀 你给我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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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脱了 说 你说够了吗 说 今天你就算说破大天来 你也别想离开这儿 行 有本事你就看我一辈子 那可说不准 反正今天你要想从这儿出去 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来 请进 这位是 凌花 凌花同志 凌花同志 这是我之前给你介绍的宋思明 宋总志好 你好 凌花以前是我家的丫鬟 因为受不了二娘的欺负跑了 现在凌花可不简单了 组织了一支长工和农民的队伍 他愿意带着队伍加入我们 真的 大少爷给我讲了很多 我相信八路军 是为了我们这些穷人而战斗的队伍 我们想要加入八路军 一起打鬼子 好 凌花同志 我可要批评你了 我们现在是平等的革命同志 不许再叫我大少爷了啊 凌花同志 欢迎你 谢谢你们 来 我们赶紧研究计划吧 好 我们已经向组织 汇报了鬼子大阳库的情况 组织要求我们 立即捣毁大阳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之前水仙还要去大阳库偷枪 幸亏被我及时制枕 否则打草惊蛇 那就更不好办了 你这个媳妇胆子还真大呀 我头都大了 不提她了 我觉得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摸清楚小鬼子 在弹药库之间的兵力部署情况 好 景山毕竟不是他们的地方 嗯 他们现在把大阳库射在这儿 一定会很快转移的 嗯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把她捣毁 好 哎呀 汉拉 你就不要转来转去了 你转到我脑子都晕了 我也有点晕了 哎 汉拉 你说咱们镜山 谁最厉害 谁的胆子最大呀 哎 娘说是土匪胡一刀 胆子最大 他敢杀人 还放火啊 哎 对呀 我可以找我大哥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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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 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啊 哎 好啊好啊 姐姐 你不生我气了 我不生你气了 嗯 我们现在就玩一个 寻宝藏的游戏 我呀 在你娘的屋里藏一个宝藏 你呀只要把它找出来 我就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你都藏好了 噓噓噓噓噓噓 保密保密 等着我啊 都给我端稳了 瞄准好 都不许偷懒 是 大当家 这个 这个我不会啊 不会也得会 下次遇见小鬼子 就能救你的命 这 等 都不许偷懒 听我的口令 预备 走 不是 大哥 没有这么练枪呢 你练枪不发子弹 光 都按个铁疙瘩 这叫什么练枪啊 这个 你小子抖个屁 先练瞄准 后练射击 一共就那么点子弹 都让你给打没了 还怎么打鬼子啊 这 大哥 哎 妹子 你咋来了 大哥 我想找你帮个忙 嗯 你没事就不来找我大哥 找我大哥就有事 这像是什么事 鼻子 啥啥鼻子 大哥 你想要枪吗 当然想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发现了小鬼子的弹药库 里面有枪啊 子弹啊大炮 反正什么都有 我就想 这不能便宜了外人 所以我就立刻来找你了 要不咱们俩合伙 把弹药库给抢了吧 嗯 怎么着大哥 你不相信我啊 不是不相信 妹子 这事儿马跳龙知道 别提他了 胆子小的跟耗子似的 说什么也不让我去 那我也不去 为什么呀 我不去 你也不许去 凭什么呀 妹子 抢小鬼子的弹药库 指不定有多少重兵 跟那把守着 我可不能像上次一样 再那么冲动啊 哎 不对呀大哥 你想想 咱上回为什么 损失那么多兄弟 不就是因为硬货不够吗 嗯 咱这回抢的是 小鬼子的弹药库 要有了将 还怕他们吗 这肥肉倒是嘴边 不能不吃啊 儿藏家的 就怕咱有命抢 没命用啊 你给我闭嘴 有你什么事 我看小辫子说的有道理 早就跟你们说了 跟秀才好好学学 就小辫子听话 成天到晚不学无术 这一次啊 我可不能再拿兄弟们的性命 去冒险了 哎呀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这么大笔买卖放在眼前 不好好干他一票 有点说不过去啊 对呀 对呀对呀大哥 咱 咱什么时候动手啊 动手 照你那两下子 怎么你还瞧不起我啊 大哥 就你们山上这几个人 还没几个是我的对手 哎呀 怎么着不服啊 不服咱就练练 妹子 功夫再快 能有手枪快吗 还没等你近身 先被小鬼子撂倒了 大哥 你这也太快了 你也教教我吧 我教你啊 马天龙看不起我不肯教 我就不信了 就凭我花水仙 还有学不会的东西 行 大哥教你 跟马天龙能学什么好 拿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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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这是 哎呀 糟土匪了 娘 娘 你把宝藏藏哪儿了 什么宝藏 这都是你干的 啊 水仙说了咱们屋里有宝藏 等我找到了才能跟我玩 他那是骗你呢 你还真信呀你 这个花水仙 我我剥了他的皮 娘剥皮等会再说 你先给我宝藏娘 你怎么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姐 flower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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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冰淇淇淇 呀 是你 这什么破枪根本打不中 要我说是人有问题 然后说枪不行 我说我怎么打不中 原来是你在这捣乱 赶紧走 别妨碍我打枪 你啊 就没这个天赋 你就别在这浪费了 你说你浪费多少子弹 我们练枪的时候 打个子弹都不给 就举个铁疙瘩你知道吗 就是 别讲 你是不是给这枪做了手脚 我就说嘛 我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打不中呢 行 来 留我 看好啊 二当家的 这枪确实有问题 李大甲 准 太准了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那么多兄弟看着 真丢人 我 我刚才是 多饿喝了两口酒 这也不算啊 看好了啊 好 好 好 二当家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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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给你吧 拿着 拿着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什么 水仙找你去抢弹药库 你自己的媳妇你还不了解吗 那水仙认准的事谁拦得住啊 这个水仙太不让我省心了 等会我上上把他接回来 也没那么急 我已经答应他教他枪斧 一时半会儿还能稳住他 就是可惜了 我那点子弹了 谢了 大当家 不客气 水仙是我妹子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 不过马天罗 我今天来 是要你一句实话 什么话 小鬼子的弹药库 你打算怎么办 一个字 抢 如果抢不下来 再一个字 炸 反正不能留个小鬼子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什么时候动手 有用得着兄弟我的 你尽管开口 走了 哎呀 要我说呀 你别在这帮忙忙 行不行 你也打不着我们也是吧 这叫什么事啊 练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今天我的筋费已经很大了 什么 进步 你哪只眼睛看出你进步了 就那么一个罐子 还是我打的 这叫什么进步 起码我知道这枪不是坏枪 是 这枪不是坏 就是枪放在你手里 让枪受委屈了 小张帽 快 你俩把那个往前搬一搬 快快快 儿童家了 几个月子 你傻呀 把那个往前那不就能大招了 快再往前再往前 好 聪明 好玩呀 我和你三顿大拽 我和你三顿大拽 我要开门 你不想出口图 谁还能够沉默 当家门口被挑起战火 住了巨大已别无选择 亲爱的人 我与你同望 让月光合着我热血情歌 迎着火混我勇敢向前 即使刀向 学不退缩 亲爱的人 你容紧月色 让晚风带上我的难分难舍 流血牺牲 也在所不惜听我唱 这美丽的歌 亲爱的人 你容紧月色 让晚风带上我的难分难舍 流血牺牲 也在所不惜听我唱 这美丽的歌 亲爱的人 你容紧月色 你容紧月色 让晚风带上我的难分难舍 流血牺牲 也在所不惜听我唱 这美丽的歌 美丽的歌 也在所不惜听我唱 这美丽的歌 这美丽的歌